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如果你能清静无碍 你进一步修善 因为人的善心是非常重要 经常的修善而不执着于善 我今天做善事了 哎呀 我今天做善事了 不要去执着 善良的人当然做出来善良的事情了 恶人当然做出来恶人的事情了 精进无为啊 所以我们学博作人只要你不执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能够放下 能够放下精进无为 不为自己所得到和拥有的任何一点一滴去执着它 你就无所注着 也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挂碍在你的心中 你当然就自在解脱了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把十恶法 十善法还有十念法都讲了 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讲 学佛为什么讲究一个无我 学佛为什么讲究一个无我 因为真正修到无我的境界是不容易的 就是你修到一定的阶段 你完全我空了 就是不把自己的名啊利啊挂在心中 你就是无我 今天别人说 哎呀这个人升官了 哎呀这个人发财了 你已经没有人间的挂碍了 你不会去嫉妒 你不会去烦恼 你不会产生嗔恨心 产生各种的贪心 为什么我没有他有 这样的人就叫无我 但是无我的境界在佛法当中 又绝对不是空的 你说无我了是不是空的 我无我了没有这个人了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空的吗 不空啊 为什么 你在不空当中修成了无我 那么这个空还在不在啊 还在啊 因为你在色中有空 空中有色 在这个人世间 人家名利都有 你呢想通了 不跟别人争名争利 你是不是在空中啊 色即是空嘛 但是人家说 哎呀你这个人 什么都空了 想通了 实际上你在人间看得到的 打财色 明石碎 全部都有的 你没有空啊 你看到了 只是你看到了之后 你不去做 你解决了 你放下了 所以凡夫之人 总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真的我存在 真我 哎呀这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你为什么不给我啊 实际上人间的一切 有什么我的你的 一切都是这个世界的 你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是你的 你的肉身也是借来的 你的灵魂也是借来的 所以佛早就告诉我们 当肉体死亡了 这个灵魂就永远地离开了 所以在人间的曾经有过的我 就是一个假我 大家听到佛陀讲了吗 这就是一个假我呀 因为肉体 没了 灵魂离开了肉体 那么剩下的 就是一个灵魂的我 因为找不到 实实在在的 一个肉身的我 那这个就是假我 因为灵魂 是自己意识境界的 真实存在体 这句话比较深 师父给你们做个解释 因为灵魂是自己意识 意识就是飘渺的 想象的 思维上的 是属于五蕴的吗 因为灵魂是自己意识境界的 真实存在体 就是你的灵魂当中的一个灵性 一个灵魂 它是存在的 它有这么一个灵的体在你的体内 所以这个存在的体 实际上 菩萨告诉我们 不是真的你 不是真的一个我字 只是当你出生在人间 有了这个肉体之后 你召见了这个灵魂 这个灵魂要进入你这个肉体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一个假我 就是假明 就是你 这个人本来叫什么名字的 给你起个名字之后 你就变成老张了 有的人没有给他名字 就从小就叫他小六 因为他第六个孩子 小六 一直到年纪很大了 人家还叫他小六 死的时候还叫王小六 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他名字当中如果改一改 活在办当中的时候 人家给他说你不要叫王小六 对不对 那你叫什么呢 王富贵 好就叫王富贵吧 那么从此之后 王小六就不见了 因为他这个假我体 那么就王富贵了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一般人看到的肉体 相信有一个我字的存在 你们一般的看到这个人 马上就想起来 哦 我认识他 他是我的朋友 他叫王某某 张某某 李某某 实际上你的境界已经出偏差了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假我呀 如果菩萨看到的 比方说你这个人骂你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假我 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我是谁 他骂我的人 讲我的人 他是一个假的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要面子呢 因为他把自己当成是个真我呀 哎呀 我丢脸了 哎呀 我没面子了 哎呀 人家怎么看我了 哎呀 我以后在这个地方上班 我不丢脸了 这个我字存在 你这个肉身当中 对不对呀 如果举个简单例子 你弄个假面具 套上了另外一个人的脸 人家在讲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 嘿 他又不是讲我 他们看见的都是另外一个人 你这个我像就不见了呀 所以师父讲给你们听 因为在人间虚空的假我 实际上是四大皆空的了 为什么叫四大皆空 它是个意识的存在呀 地水火风啊 风会吹走吗 地也会没有啊 水也会流走啊 火也会烧光啊 风也会没有啊 你看看人呢 就是这样的呀 人家说一个人 人是四大甲合之生 地是骨头 对不对呀 风嘛 就是我们说 一个人伤风啊 人身体上有风寒嘛 对不对呀 还有呢 四大甲合 地 水 水嘛就是你的血液啦 你的身体上的 各种水分的东西啦 唾液啦 对不对呀 地 水 火 火是什么 人家说火气大 实际上火是什么 就是一种血脉流量比较快 造成了血液循环加速 然后某个具体的一个身体部位 造成了冲血 然后呢不能把它调整到平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当中 那么火就生起来 火气大了呀 火烧了你的干呀 所以人家说干火就忘了 那么就要吵架 那么脾气就大了呀 所以这个就是说 假它是一个意识啊 你可以发脾气 也可以马上不发脾气 对不对呀 我不是曾经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人坐在公园里边 他躺在椅子上睡觉 结果有一个人走过来了 往他身上一坐 他气得站起来 刚刚想骂 一看 对方是个瞎子 他马上就火气就下去 那么为什么刚刚的几秒钟之前还要有火气 那么几秒钟之后就没有火气 因为他知道这是假的 人家不是真心的 不是有意的来坐在我身上 因为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瞬间转换因缘呀 那就是到皆空呀 都是空的呀 所以意识都是空的呀 你刚刚想做这个事情 怎么突然之间不做了 所以有的人跟人家讲话 刚刚想发作 突然之间不发作了 他的意识形态起了变化了呀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比方说你们曾经做不到的某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你们做不到 但是你想象的 我去做了 我去完成了 这件事情我成功了 但是最后自己也记不得 这件曾经完成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意思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师父告诉你们 比方说这件事情 我今天叫你去买东西 你呢没去买 你脑子里想象的 我刚刚走出去 哎呦 走得来辛苦了 正好嘛又下雨 过一会儿雨好不容易停了 我把东西买回来了 拎得来很重 后来我回来了 你这个意识只要存在之后 经过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之后 突然之间有个人问你 上次叫你去买东西 你买了吗 咦 好像去了呀 还碰到下雨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人的意思 它是存在的 人只要想象的某一件事情 某一件事情就存在 人把这个意思 把它放弃了 没有这种想象 那么这个意思就不存在 你想象的别人会笑你 你会脸红 脖子粗 给人家争 给人家闹 等到你想象的别人 没那么看中你 你是谁呀 人家又不会当我回事的了 你马上就火气就消了 这就是佛法让我们懂得的四大皆空 人我众生受者 这就是我们说 当修到人我众生受者像 人像我像 众生像受者像的时候 他也要空啊 你这个四大皆空 和那个四大皆空 其实都是空了 人空了 走掉时候 众生也会空的呀 对不对啊 受者也会空的呀 我像也会空的呀 所以你要找到生命本来的一个我 那么而那个我 其实表面上是你找到了你这个灵魂当中的一个我 称之为一个我 这个我也是假和的我呀 哪有真正的我呀 因为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了 如果一个人造念很深 盼到地狱里去 魂魄 把他打散之后 这个我就没了 从此以后就没这个我了 所以任何人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的我 所以我们在九世田中的意思 那才是佛性 是你真正的灵魂 都不能说是一个我 是你的灵魂 是你的灵魂 那么你称他在九世田中的本性 佛性 称他什么都可以 只是一个名称称他 你称他什么也不对 他都是一个没有名称的 一个真正的意识 灵体 所以我们讲了 金刚经曾经讲过 虚菩提 凡夫者如来说 既非凡夫 世民凡夫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佛陀告诉他的弟子 虚菩提说 凡夫者呀 如来说既非凡夫 就是佛说了 你这个人是凡夫了 其实你也并不是凡夫 只是名称说你是凡夫 那么举个简单例子 我说你这个人 哎呦 整天的懒惰啊 这个懒惰 世民懒惰 不是你真正的懒惰 因为你以后不懒惰了 这个名称就没了 听懂吗 只是个名称 是你懒惰 所以佛为什么要说 既是凡夫 又不是凡夫呢 是名称上称为凡夫 是名称上说你 小懒胖子 小懒鬼 等到你长大了 你非常的勤奋 你这个懒胖子和小懒鬼 还有吗 曾经称过的 世民 懒鬼 所以实际上 凡夫经过 学佛修行 可以变成 非凡夫 谁说你是凡夫的 谁说你是属子啊 你改变了 你已经非凡夫了 你改变了 你是非属子啊 学佛人在红城当中 又并非出家 所以市民凡夫 我们没出家呀 在家嘛 说我们是凡夫 但是我们的境界 又脱离了 凡夫属子 所以 非凡夫 金刚经 就是精彩的这种地方 所以学佛人和凡夫属子啦 圣人和菩萨啦 其实都是一个假名字啦 因为你凡夫可以变成圣人 你圣人可以变成凡夫 你属子可以变成菩萨 菩萨可以变成一个属子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凡夫 只是名称上称为凡夫 名称上称为菩萨 名称上称为佛而已呀 所以一个凡夫 找到了自己的本性 即非凡夫 你找到了本性了 你还是凡夫吗 一个孩子很懒 从此以后知道不能懒 要好好的努力 他已经不是一个懒胖子了 一个居士能够拥有佛性 他就是佛 他既非凡夫属子 所以众生平等 是不把禅宗那些经典的语言告诉大家 所以众生平等禅宗认为 禅文化那是一个智慧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你的心还有佛 还有众生都没有差别 心是什么 心那就是开悟了 他就是佛 心就是佛 所以心佛那是一起的 叫心佛合一 既然此心既是佛 你的心既然是佛 如果你没有悟到 佛还没悟到 就是凡夫 所以就和众生一样 因为你凡夫就和众生一样 所以三无差别 所以我们经常说了 你好好修你就是佛 你好好修你就是菩萨 你本来是天上下来 成愿再来的菩萨 你没有好好修 你就是凡夫属子 佛曾经说过 我们没有度众生 当年这个文字就这么翻译的 佛说我们没有度众生 那么佛为什么讲 我们没有度众生啊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开悟了 你无我了 那我问你呀 谁来度众生啊 不是你呀 无我了你还有谁来度众生 不是你呀 所以无我了 你修持正德了 真正的无我 谁在度众生啊 没有人度众生啊 因为无我了 我们在哪里去了 没有了 就是我今天帮了别人 做了件好事了 做过了 我完全忘记了 无我了 你还记得 你在做一件好事吗 没有了 做过这件好事就存在于空间了 空间就是空了 所以很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 他的境界就是很高啊 做了好事 这件事我做的 那件事我做的 这个人的境界就不高 所以他没有正德空性 我现在讲这些话 你们明白吗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懂得 什么是佛 佛就是了全了我像 没有我像 那你就是佛 正德了正悟的空性 那眼睛 谢谢大家